下一个问题是 孩子今年12岁上传统文化学校一年半了 想把孩子接回家 请问老师是否回家上学 回家该如何择校 是选重点中学呢 还是选普通学校 目前上传统文化学校的孩子非常多 我发现孩子回来不如以前乖了 现在墨学非常痛苦 请您指点一句 哎呀你让我怎么指点呢 前一个已经得罪了 你说我还得罪你吗 你可别找我算账 我说你怎么想把孩子接回来呢 接着送的 把孩子送走了你多清潔自在呀 你送的时候咋想的我不知道 你现在想把孩子都接回来 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我是这样想的 现在上传统文化学校 学的未必是真的传统文化 可能我这话也得罪一大骗了 是不是 现在传统文化极多呀 满山略野都是传统文化 我怎么想的呢 那教传统文化呀 可需要老师呀 哪来的这么多教传统文化的老师呢 啥时候培训出来的 我都不知道 如果是教传统文化的老师 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 那他怎么能教出懂传统文化的学生呢 我说这个是像绕回路一样的 纯粹是一阵风 到处都是传统学校 面地开花 我说你把孩子接规家呀 要实际求是 根据他的实际状况来给他择校 为什么一定会选重点中学的 或者选普通中学的 你孩子不够上重点中学队的条件 你硬把它塞到那里学业 我估计你家可能有钱 供得上 供得起 是不是 他成绩跟不上 你说到那打堂 这孩子能好好学吗 我不知道你们家长怎么想的 就是按过你们的那个尺去量孩子 把孩子的量身浇化去了 孩子都失去了天性 孩子天性是浪漫的 是快乐的 现在都整个小呆子 是不是 小傻子 我劝家长们能够考虑我这一段话 不是说你把孩子塞进了毛毛的 传统文化 他学来的就是传统文化 时间长了 说不定学的什么东西回来 我这么说不是说 针对所有的传统文化学校 我也见过好的传统文化学校 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我要保护这个好的传统文化学校 如果我给暴露了 用筷子都挤去了 他招待不住 这个传统文化已经坚持若干年了 反应特别好 口碑特别好 那真是宣传传统文化的 好的传统文化学校 就是这样 我见过好的 但是现在这个这样好的传统文化 好像为处不是太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